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華信證券投庫大師兄孫武仲 短充期限獲得專家 今天是2022年1月3號星期 很高興在這裡為大家解盤 又是新的一年了 今年已經2022年了 很快已經過了一年 在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新春開紅盤 當然是收紅盤 但是今天開高走低 形成一個上影線提字線 整個新春開紅盤形成一個上影線 這個地方出現一個這樣 那當然今天又再創波段新高 新春開紅盤開個新高 那整個行情還是在麻花捲的架構 我們看到今天是標準的拉機盤 就拉台積電 那其他的股票就是跌的多了 航運股今天 航運股跟IC設計股今天是 航行上比較弱的 跌的比較深 IC設計跟航運類股 早盤開起來先從貨櫃三雄開始跌 那當然尾盤中尾盤之後 我們看到長榮有稍微拉起來 可是陽明跟萬海拉不太起來 所以行程我們看到整個盤 垃圾盤台積電向上開花 結果航運股下開花 兩個不同調 形成麻花捲台積電往上開 那航運股卻是往下開 這個地方形成兩樣琴 兩樣琴 所以麻花捲這個地方有跟大家講說 今年的行情 虎年到底是虎虎生風還是半後咬人 慢慢的如來如你人對不對 我們從12月底那個時候就告訴大家 麻花捲一直慢慢一檔一檔開 那新春開放盤就開始表態了對不對 一檔一檔開始表態 慢慢表態了 所以行情在這裡已經開始逐漸表態 所以整個麻花捲的股票 還是這一波的主流 比較強的 今天開盤比較強的 還是禮拜封關那個麻花捲的股票 今天還是表示比較強 相對整個大盤 所以今天台積電主要漲台積電才漲了16塊 其實今天如果台積電扣掉 今天是跌的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行情在這個地方 因為整個資金在這裡漲高 大家會把錢轉到低基期的 籌碼相對安定的股票嘛 很安全對不對 這是你也是這樣做 所以高的股票就有獲利賣壓 所以大家帶我來做麻花捲 奔馳中的麻花捲 讓你坐賓室探賓室 對不對 奔馳賓室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我老師在這邊從12月底 就跟大家講整個行情 它麻花捲的牆鼓形態 就是形態學的第一種叫長底型 第二個叫做多重複合底 第三個叫做山蟲底 第四個叫W底 第五個叫做圓弧底 以這五種的麻花捲展開 向上展開會是一個牆鼓的形態 我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的一些 慢慢形成的 像一些智群 明姬 新雲 信濃科 都是剛拉起來 剛拉起來 今天有的當然漲多 過三關就拉回了 過三關開始拉回了 那今天拉起盤 有些股票就是會開高走低 那當然今天就是有一些獲利賄圖賣壓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講 那你看我們跟上個禮拜我跟大家有新的麻花捲的 傳奇順德 月豐 傳奇早上很強 早上很強 那月豐也是 那收盤大概都是小漲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要知道整個行情在這裡陸陸續續都是在這裡 那大家跟大家講這裡有一個搶頭箱的專案 就是榮利 整個退期過完榮利年才開始起算了 所以你越早參加 享受越 會期越長 越早參加 在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這些年價比較多對不對 大師兄五六教 我希望大家可以搶頭箱 把運氣撲起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種就是多重負荷底的 漲多會休息一下 然後明基一的對不對 都是過完三關就開始休息 今天開高走低 那新雲也是今天過完三關開高走低 那新雲科也是過完三關開高走低 所以很標準的過完三關這些股票 連結 這些也是過完三關 中環今天繼續漲停板 日陽 這個人帥通也是過完三關 就是這樣子 那長新還沒有 所以這個還沒有過完三關 這個過一關先休息整理一下 那這個也過三關對不對 那華新光準備多重復合體準備要突破 可以注意一下他在這邊 來到了年限這個地方 準備突破 那達韻 禮拜五漲停板 今天高檔整理一下 整理一天 那我們看明天的情況 怎麼變化 怎麼變化 這種就是長底型的 那看一下台積電 多重復合體 今天正式開始拉開了對不對 關鍵性的長紅拉開 那今天爆大量 今天爆量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大概外資 法人買台積電應該買蠻多的 那傳奇 禮拜五漲停 今天開高收盤小漲了 收盤小漲明天 是一個關鍵 能不能過三關在於明天 在明天 那月峰也是一個圓湖底完成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行情在這裡陸陸續續開始出現這種 八花卷展開的股票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觀察整個行情的一個變化 行情的一個變化 三重底的是順等 這個是順等 好 那這個地方行情來的 越來越大了 行情像今天開始波動加大 那期貨選擇權的大行情也要來 大師兄準備要出手了 因為長下效應料 行情開始表態 行情就開始準備要表態了 那整個行情開始要恢復到 跟國際股市接軌 所以這個地方隨時準備要出手 所以這兩天 因為行情我們知道有互盤效率 可是國際股市在這裡在跌 所以形成兩樣情 國際股市在這邊表現不強 可是台股非常的強 所以這個地方 漸漸的長下過 再外資也回來了 會同步 開始同步 外資已經回來了 所以你看看 今天放得回來了 外資今天大了 台積電腦上面 法說會 要一個法說會 預期法說會會不錯 所以先漲 上一次法說會是 法說會大漲 那這次是先漲給你看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那這裡一樣 你可以看到整個行情在這裡 那虎年的行情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往虎年行情的高低差非常的大 那今年高低差就跟差不多24% 比虎年來的小 所以今年的波動會大 你可以看到漸漸會加大 所以你在這裡要操作 那麻花卷很快 我們看到才今天開始往上開 紅海有沒有變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形成麻花卷的 你看統一操這個 全家這個也是山山架構 這也是形成一個麻花卷 對不對 這個未來應該也有機會開始表態 那郭泰晶看一下 他還是回到所謂的麻花卷 對不對 他上去沒有成功再回來 再回來 郭泰晶也掉回來 所謂的麻花卷這裡 那中鋼也在麻花卷這裡 轟搭地還是在麻花卷 那華航還在麻花卷 那長榮航也是 他可是要掉下來 長榮今天 他有留下影線了 還沒掉下來 可是陽明已經麻花卷 向下開了 我要注意一下 陽明 萬海已經向下開了 陽明跟萬海向下開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整個 麻花卷在這裡 有人向上開 有人向下開 開始形成兩樣型 所以開始 這裡就給你預告 這個行情在這裡 開始進行多空征戰 因為形成兩樣型 不是同步飆出 所以這裡要注意一下 台積電拉 結果其他在下來 所以拉台積電 那掩護出貨 變成 航運股在向下跌 那鴻海 還是在麻花卷 但是漸漸下來的樣子 台積電是向上開 那聯電 麻花卷向下開 這個地方很有趣 有的是在向上開 有的是在向下開 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台積電還在麻花卷 那大力光在這裡 我們之前講的 那友達還在這裡 還在麻花卷 群創還在麻花卷 所以在這裡 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 現在 台積電是向上開 很多股票向上開 有的股票在向下開 今天IC設計是相對弱 所以向上開 向下開沒有同步 所以這裡要知道 你怎麼做 怎麼去做麻花卷 向上的奔馳中的麻花卷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那哪些股票是麻花卷向下 你也可以避險 所以哪些要停利停損的 要避險的 哪些是要開始買進加碼的 這地方要分清楚 我們當中的平 那是相平 來回兩口 所以會差異非常的大 這裡做對了 跟做錯了 差異非常的大 你有發現嗎 在這裡差異非常大 大家要特別了解 特別在這地方 那今天台積電漲的16塊 收在631 那今天再穿波浪新加來到18379 那收在18270 那上影線老潮一百點 那成交量擴大到3251億 是一個流星線 今天漲51點 那我們看上市上貴 還是漲停還在32加 都在31加32加在這裡 都沒什麼動作的變化 都在這裡 都維持在差不多兩個加起來 在30幾加速 那半導體資金今天拉到34% 航運股拉到18% 光電10% 所以整個資金又在這三個 大兄那邊講的 這三個類股的主要資金 又回到這裡了 所以行情開始要表態了 所以行情整個資金開始集中 要嘛就要大漲 要嘛就要大跌 因為資金開始在這邊集中 資金開始急中了 所以行情開始要有變化了 所以你要知道 這是兩樣情 做對了上天堂 做了駐套盤 要做好 要做好 要知道 今天加權 有一個上影線 那這個地方 找盤看起來蠻強的 然後再來9點半一個擊殺之後 就在這邊放了 加熱格 貴買今天是 也是創波亂性高單 今天收黑K 貴買今天是跌的 貴買今天跌了 2.15點 跌了0.91% 所以貴買今天相對比較弱 相對比較弱 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你要知道 都在高檔 都在高檔 怕會拉回對不對 有一個拉回的壓力 在這裡 還記得 把這個機會 大師修會搶頭相撞 越早打電話進來 越早參加 你會期越長 會期 過完 農林年開始計算 大家新春發達債 電話叫進來 02239 239 288 02239 288 最後祝大家順序 平安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賬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並次負投資方向